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2月30日星期六 新年快到了 但是中国疫情深重 没有4号的缓解 而且继续向众生发展 高峰期还没到 在英国有一家权威的机构叫做健康医学分析中心 他发布一个数据 他修改了上个星期的预测 上个星期他认为中国每天因新冠死亡5000人 现在他这个星期发布的报告说 每天新冠死亡人数是11000人 是上个星期他估计的两倍 所以现在从12月1日以来 中国累计因新冠死亡是11万人 但这个数据公布之后 中国人根本就不相信 因为中国人觉得英国这个机构对情况并不了解 恐怕在北京一个城市就不止5000人 11000人 或者说累计11万人等等 因为到处都是四季如山 丝满为患 火葬场根本排不上队 遗体都要存放在家中 甚至装生猪肉的冷冻柜都要存放遗体 甚至用集装箱大规模的运遗体 就像当年纳粹德国用什么煤气炉或者是焚尸炉 要去处理遗体一样 但是英国这个机构是怎么算出这个数字呢 它是根据中国各省市统计的数字来推测的 因为中国各省市的数字根本都是一片的混乱 而中国的国家卫健委已经停止了发布数据 所以英国得出这个数字 跟中国人实际感受相差甚远 那就毫不奇怪 就连这样的权威机构都无法掌握到中国真实的死亡数字和感染数字 另外他说现在中国的感染人数每天是上百万剂 比如说100万或者170万这样的感染速度 但是他说到明年1月份1月13日左右打到高峰是每天感染370万 就这样的数据跟中国的实际情况也相差很远 因为中国现在的感染数字是高达 保守的说一些地方50% 往上的说60% 70% 80% 90% 到处是这个感受 中国人民的感受都如此 所以这个感染数根本不是外国评估机构所能掌握的 外国评估机构已经是非常的谨慎和保守了 当然中共官方的数字就荒腔走板 仍然是把各种疾控中心的数字架起 每天几千的所谓感染 只有几例的死亡 让人都不要说是哭笑不得 简直是笑掉大洋 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谭德赛要向习近平讨说法 他说习近平 中国政府应该公布这个疫情 说疫情不透明 应该公布真实的数字 包括感染数字和死亡数字 因为他是习取了教训 2020年中共大瘟疫爆发的时候 由于受中共打招呼 世界卫生组织帮助中共隐瞒疫情 以为不是什么大事情 能够懵魂一死 他跑到北京去访问 习近平甚至当面告诉他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似乎很有把握 搞得谭德赛是一头雾水 后来才发现是严重的灾难 而且获取了全世界 而谭德赛本人 世界卫生组织也被猛烈的抨击 甚至说他通共 所以他得到一个中国网民中的一个称号 什么谭同志 谭书记 谭政伟等等 所谓共产党穿一条裤子 后来在国际社会压力下 谭德赛毕竟是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 不得不跟中共方面去交涉 要求中共合作调查 结果在20终于拖了一两年之后 在2021年年初才派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组到中国去调查 考察新冠瘟疫的起源 结果中共跟他做秘场 左一场右一场 实验时清洗干净 这里不准去 那里不准去 而且不能说成是调查 而是说双方合作研究 最后做出一个报告 连谭德赛本人都看不下去 不承认这个报告 所以这个报告根本没有解释这场大流行的来源 和新冠的避远 要求重新调查 但是受到中共方面的拒绝 中共方面认为那就是结论了 不再合作了 所以这一回又来了 三年之后 中国的疫情又是大爆发 又可能祸及世界 因为中共在这个时候宣称开放国们大惊大出 不再受限制 在疫情低潮的时候反而限制 还熔断航班 现在疫情高峰的时候去大惊大出 所以这个时候谭德赛世界卫生组织就紧急呼吁要习近平给说法 因为也出于你作为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国 联合国的成员国自己的义务和责任 另外也是对世界各国的保护 同时对中国人民的保护 因为中国的人口大量死亡 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各国都关注的事情 这不是中国自己的事情 中国人是世界上的地球上的一个国家 而中国人是地球上的一部分 中国人口的大量死亡必须找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讨说法 所以谭德赛就暗示了这一点 另外他说 他非常理解各国采取的边境限制措施 他说这是应该考虑的 在欧洲国家 意大利采取了检测措施之后 就发现航班到达意大利之后半数是阳性 中国人很吃惊 现在西班牙跟进采取措施 类似意大利的措施 西班牙跟进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刚刚举行欧盟的27国成员国的会议 但是就是否限制中国游客或者说对中国游客进行检测 结果没有达成一致 这个会议无疾而终 就是昨天开的 那么西班牙在这个会议没有达成之后感到失望 立即自己宣布单独采取行动 跟进意大利采取行动 要对中国租金的中国航班进行西班牙的检测 那西班牙的第二个原因是 2020年西班牙跟意大利一样是仲裁区 当时就是疏于防范 考虑了什么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 什么中国跟西班牙或者意大利的经济发展等等 还对当时大瘟疫的估计不足 结果导致当时意大利和西班牙先后成为仲裁区 大幅度的感染 大面积的死亡出现在那里 在欧洲国家中可以说是首先沦陷了一个仲裁区 所以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很紧张 有了2020年的交通之后 所以他们就率先采取行动 所以西班牙跟进跟意大利的行动一样要进行检测 另一方面 在国际社会中美关系紧张的时候 中共战绩碰瓷的同时 其实发现中共可能是假动作 因为中国有家党媒叫彭派新闻 他透露了一个消息 表面上讲 上海现在进行分级分类的治疗 对新冠患者进行治疗 所下达的社区服务中心 但在长篇累积的文章中 羊羊几千眼 上万眼 表面上说上海在进行疫情的控制 或者是新冠患者的治疗 但是其中一段不经意的夹道 说辉瑞药物 美国的辉瑞药物 已经进入上海的社区服务中心 对患者进行治疗 而且是针对65岁以上的重症患者 所以一般还不对普通患者开放 可能是药量不够 那篇长文章中就透露了 中国已经紧急采用了美国的辉瑞药物 但是表面上都不予承认 不说明 所以回头来看 跟美国去战机碰� 是习近平或者习当局演的一出戏 就是我悄悄的接受美国的药物也好 疫苗也好 等等的援助或者是进口 但是要顾面子 这是一个制度竞争 我不承认我得到了美国的药物或者疫苗 我仍然是中国式的防疫 有制度优势 体制优势 甚至有总书记的亲自指挥 亲自领导 还有博大精神的中央文化 这是习派官员的所谓国务院联防联空办公室副主任李冰的话 所以表面上还得去抱持 表示中美关系 人家斗争尖锐激烈 来掩护大量的使用美国的药物和科技 让中国人民不知不觉之中 如果有一天大瘟疫结束之后 大量人口死亡之后 中共又会庆功 庆功的时候 只字不提美国药品和科技的好处 也不提美国提供的任何的援助和援手 提的肯定是中共防疫抗疫取得重大胜利 又是世界第一 全球做得最好 然后要进行表彰大会 然后又是共产党感恩总书记大唱站钩 跟民间的情况刚好相反 就是把坏事当好事办 把伤势当喜失败 说到中美关系 突然有一个变化 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突然被提升为外交部长 其实这是一个抢先 提前的程序 因为事实上 中共在3月份 明年3月份召开了人大政协会议 今天的人大常委会已经宣布了 不延期 如期举行 如期举行就是3月份的政府换件 因为20大是党务系统的换件 到了3月份是政务系统的换件 什么总理 副总理 国务委员 人大委员长 副委员长 政协主席 副主席 这些都会定下来 本来那个时候才应该去宣布外交部长换人 但是突然就宣布外交部长换人 就在12月30日这一天 人大常委会开一个会 就说外交部长是秦刚了 那秦刚在20大破格由大使的位置升任中央委员 当时外交就预测他要当外交部长 果然如此 为什么中共这么急呢 这么着急的原因是中美关系降到谷底 习近平急于挽回中美关系 派秦刚去驻美国大使 就是他认为他是信得过的人物 是他自己信得过的人物 而以前的崔天凯是属于改革开放派 是属于胡温时代 更早江泽民时代的人物 习近平觉得信不够 跟他不同一条心 因此派自己的亲信心腹秦刚去到美国上任 上任一段时间之后直接提为大使 就表示重视中美关系 那秦刚究竟是个什么人 有人说他是战狼 有人说他是强硬派 鹰派 其实秦刚本人看上去并不想当战狼 不想当鹰派 强硬派 但是秦刚是所谓忠诚派 也就是说你习近平叫我干啥就干啥 直到哪儿 打到哪儿 就跟军队所说的口号一样 秦刚到了美国上任之后当大使 到了机场 美国没有官员去迎接 很尴尬 然后去举行记者会 美国大部分记者都不去 甚至集体缺席 后来多次想举行一些重大的活动来阐述 结果人们就发现他是按照习近平的调子 就是谈中共官方的调子 根本就没有意义 没有新鲜的东西 我也有一次在一个清中的所谓中美贸易委员会上 这个贸易委员会假装给他设过薰 然后他自己发言的时候自我解嘲 所以刚才随随随介绍我的时候忘了说一句话 忘记了说秦刚大使是战狼 全场一片笑声 从这句话来说 分析了他内心并不想当战狼 而且他认为战狼是一个很值得讽刺的事情 同时他想借这句话来解嘲 表示我不是战狼 所以秦刚本身是不是强英派 还是说是鹰派 鸽派 强英派 温好派 这都没有关系 关键是习近平要用他信得过的人 听他话的人 叫你强英就强英 叫你服软就服软 大概就这个意思 所以秦刚本人的色彩是另外一回事情 但是习近平突击把他提为外交部长 就是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意思 王毅已经当了政治局委员 要负责外交事务 但是提前卸任外交部长 就等于说王毅扮演战狼太长了 已经是砸了锅 不可能 由他在这个位置上改善中美关系了 就干脆换一个面孔来改善中美关系 王毅前不久跟美国的布林肯通电话 仍然是各说各话 布林肯叫中国疫情要透明 要提供给事情 而王毅来讲其他什么台湾问题 中美关系的重中之重 根本不提中国疫情发生了什么 所以指望王毅继续改善中美关系 已经到了死胡同 所以提秦刚就是这个用意 想挽救中美关系 另外一点 就在同一天 12月30日 任命秦刚当中国外交部长的同事 习近平跟摩洛斯总统普京通了一个电话 电话会谈 视频会谈准确说 双方表面上的话有一致的方向 习近平说现在国际局面是如此困难的国际局面 中国两国要加强合作 战略合作等等 困难局面当然是自己造成的 中国困难 中美关系困难 中国跟各国的关系困难 是习近平自己造成的 成了国际孤立或者孤家寡人 所以谈不上国际形势困难 只能说中国形势困难 或者中国的外部关系 跟所有国家的关系搞砸了 困难 但是这个最大的看点是 习近平跟普京说话 表面上发现一致 其实偏符和内容不同调 普京讲话占了四分之三 习近平讲话只占了四分之一 可以看出习近平尽量避免刺激美国和欧洲 而普京提的这个话题 习近平并没有提 普京说 在这个时候为了对抗西方的压力 说中国两国应该加强军事合作 深化军事合作 那么显然就是在军事上拉中共 支持他打乌克兰 或者是在军事上推动中共去打台湾 然后让中共揍上火线 使中国绑在一起 习近平没有直接回答这个话 习近平提到说非常赞赏 俄罗斯并没有拒绝跟乌克兰的和平会谈 表示好像还支持乌克兰的和平会谈 他也知道陷入了困境 俄罗斯赢不了 所以最后的和谈是唯一的出路 总之双方最后来讲 表面上一致实际上是各讲各话 看出双方是互相利用 最后都想讨好西方 把对方作为筹码 普京想的是只要俄罗斯能得到西方的谅解 随时可以抛弃中共 而中共这边想的是现在俄罗斯是挡箭牌 挡在前面 是西方的大敌 中共可以喘一口气 为了改善跟美国和欧洲的关系 俄罗斯这个气质也随时可以抛弃 所以才出现了各说各话的情况 仔细看就是各说各话 表面上一致 当然 并不排除习近平表面上没说的话 背地的跟俄罗斯合作 比如大量的军火 大量的物资源源不断的运到俄罗斯 或者通过第三国北朝鲜援中俄罗斯的方式 去援中俄罗斯攻打乌克兰 这个并不排除 表面上至少习近平做出一副不想绑上俄罗斯战车 不想太得罪美国 得罪西方表面上的形象 不过说到俄罗斯倒是有一个趣闻 那就是因为中共放开国境 大开大放 试图让自己的公民去偷毒 去扩毒 去放毒到全世界 让全世界再次陷入灾难 跟中国一样的灾难 比如说全世界最好也大规模的出现阳性 大规模的出现死亡 那中共的形象就淡化了 那么这些中国人出去 有人说是争相逃离 有的人是肩负任务 甚至有些是中共的特务去投毒 那么现在就逮到一例 有一个人他就出境了 出境了跟网友对话 在这个好像微信群里面对话 人家就问他是有症状吗 他有症状 阳性 说出境了吗 出境了 大家很惊奇 你怎么出境了呢 他说我本来到海关之后 如实的申报 表示自己有阳性 检疫怎么样 但是海关的工作人员帮助我修改了资料 所以让我顺利的出境了 这就说明中共内部有预谋 因为海关是政府机构 那么上面就受中共的领导 那么中共显然给海关下到了指示 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是感染也好 阳性也好 有病也好 让他出去 就好去剥毒投毒 但他不会直接这么讲 他会说党中央一盘棋 我们有自己的战略考虑 所以怎么怎么做 说海关放心 还帮他偷偷修改资料 深怕他不能去外国投毒了 因为他是阳性 正好 结果到哪儿呢 后来人家就回答 说那你现在在哪个国家呢 结果他的回答是俄罗斯 网民 舆论大化 还以为他成功到达泰国投毒了 到达日本投毒了 到达韩国投毒了 到达美国投毒了 结果他到了俄罗斯投毒了 这可以看出中国关系有多么的虚假 就中共的投毒是不分对象的 是向欧美国家投毒 或者是向民主国家投毒 这是肯定的 但是他连俄罗斯都要去投毒 这就可以看出中国关系的何等的虚伪 看出2020年 当时中国的疫情爆发之后 俄罗斯也成了重灾区 重灾国 当时俄罗斯跟中共双方加急在俄罗斯的中国人 俄罗斯是要驱逐中国人 叫他们回国 限期离境 而中国政府不接受境外输入 封锁边境 不让外卖的进来 哪怕是中国人 华人 华侨 留学生 工作人员都不让进来 结果在俄罗斯生活和工作的中国人就成了夹心饼 挤在中国边境上 叫瑞芬河的一带 狭长的地带 进不得进 退不得退 进 中国政府拒绝 退 俄罗斯拒绝 在那里相持很长时间 结果大量的人染疫 有时候遇到天寒地痛 不知道有多少人可能丧失了生命 双方也没有什么报道 从这点就看出中国关系表面化 实质性的虚假 和互相的防范甚至互相下毒 包括俄罗斯拿中国下水 军事上下水 还包括中共就对俄罗斯下毒了 所以这就倒过来可以理解 为什么每一次大瘟疫爆发 号称中国鲜血凝成的战友最好的兄弟 朝鲜 北朝鲜 金正都率先宣布封锁中朝边境 而且采取的措施都是超过其他国家 当年2020年 北朝鲜的措施是不仅封锁中朝边境 而且说格杀无论 只要有中国人闯中朝边境 到达就格杀无论 开枪 据说开枪打死了几个人 说中国人不敢了 这回北朝鲜率先宣布 完全禁止中国人进入朝鲜 然后说其他人进入朝鲜的30天之内 隔离期30天 创造两项世界纪录 一个世界纪录是其他国家 比如说美国 日本 韩国 台湾 或者是意大利 西班牙 印度 采取措施并没有所限制中国人入境 不说不是限制入境 只说进行检测 而美国是更弱 说是接受中国的阴性证明就可以 非常弱 但是唯独北朝鲜这两项措施 各国所没有 第一 不准中国人入境 是现在北朝鲜唯一的国家 第二 隔离30天 别的国家如果是发现阳性的隔离 发现之后隔离7天 没发现 你就入境了 比如意大利 西班牙 但是被朝鲜巨蛋敢宣布 隔离30天 就这么极端 就是针对中国人 就针对这个国家 所以这么极端的这个政策 中共不敢抗议 因为中共不敢抗议 结果小粉红 老粉红也不敢自身 我毛党自敢我 也得规规矩矩 老老实实 生怕惹入了金正恩 惹入了宇宙无敌大将军 拿不得了 搞不好就吃一颗原子弹 因为现在北京这一位 今天这位操作业就操金正恩 操作业就操北朝鲜 你敢对师父不尽吗 恐怕师父叫一声拿下试问 所以在中国 某人是一派独打 一人独打 简直是好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权力傲慢 目控一切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一物客一物 一物降一物 他有的是降他的 叫灾心也好 叫降心也好 那就是北朝鲜 就是金正恩 所以北京的某人 怕极了金正恩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